洪百榮懷孕 宋達銘被整慘 半夜醒過來說要吃熱食 半夜突然要熱食 馬上要有什麼什麼 泡麵可以嗎 對啊 泡麵可以 他翻臉 我還沒玩 我去煮泡麵 煮泡麵 端在他面前 他說 老公 我不想吃 我想睡覺 是不是要整人嗎 宋達銘想幹嘛 老婆都知道 他不用泡麵眼 他每次只要幹嘛 我都知道 你可以拒絕嗎 沒有啊 那我總會有躺在床上的時候 很危險啊 這方面我看來還滿... 滿敬業的是不是 滿敬業... 夫妻之間多少是要演一下啦 就臉上都是這種很陶醉 可是心裡是這樣 快一點... 所以你是這樣子啊 我沒有 我都是非常... 我今天... 大S 小S 大小H 現在呢 演藝圈真的不得了了 整個被孕婦給攻占了 現在是嫁不出去的人 在抱怨是不是 什麼嫁不出去 我是黃金單身女郎 那你們女明星們也太愛懷孕了吧 沒有 因為不是那之前報紙 一直說現在生育率過低嗎 尤其台灣都排前幾名 我想說在我周遭 完全感覺不到生育率過低這件事 對 猛聲耶 因為我在家裡已經被 我妹妹我姐姐都懷孕 已經被包夾 今天又有來賓又要被包夾 我跟你講這年頭 我覺得我孕婦最珍貴 而且... 肉眼上今天看來是四個人 事實上是有六個人 是六個人 馬上歡迎宋達明以及洪百榮 小心一點 你好 歡迎... 你好 恭喜... 恭喜... 真的 而且是三個月是不是 對 三個月了 所以妳是會來吐啊那些東西嗎 最近比較好了 之前真的是 我昨天晚上還吐過了 所以妳是會孕吐的人喔 會 我是不吃東西會吐 太餓 我是不能讓胃是空著 跟人家相反 人家是... 吃就會吐 一看到東西就... 我是... 一定要吃 所以妳聞到一些怪味道不會吐 是不是 也是會啦 真的嗎 妳快點看這兩個耳不耳心 我看到... 妳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就八個月了 七個人要三個月了 妳今天真的是快要吐出來了 所以今天叫妳坐車 還會不會為難妳啊 沒關係啊 還好還好 還好嗎 想像... 想像我打開就可以把它吃掉了 但是我聽說就是 老婆懷孕啊 老公都會被整得很慘 有嗎 他其實都是憑感覺 有一天我們要去看電影 到電影院門口 然後就... 突然看他一群人他就... 看到人也不行 看一群人他會說 我好想吐喔 人也不行啊 懷孕的時候 嗅覺特別靈敏 你就會覺得 我可以從這個人身上聞到他的... 嗅覺跟視覺有什麼關係 沒有 因為我可以感覺到 這一群人裡面 有某些人就是有 腳臭 汗臭 糊臭 口臭 頭皮 自己幻想 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 每一個人身上有那種味道 可是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耶 因為像我譬如說看到桌上 有一塊抹布 那個抹布不見得臭 可是我就會開始幻想 他擦過多少東西 然後你就會開始 越來越想... 然後心理上會需要 特別多的安慰這樣子 也沒有就是憑空 聯想力的呕吐 對啊 後來然後 然後有這樣的感覺之後 最後他就想要吐對不對 應該不想吃東西 結果他後來買了兩大包那個 爆米花 他吃得跟真的一樣 我看也沒有... 也沒看到想要吐 吐乖吐還是得吃啊 對啊 所以... 看到了還是不要放過 對啊 而且他... 你不是說他之前懷孕的時候 猛吃那個大餃子 對 是有吃到多大... 有多大...有多大的份量 不是 他就是某個... 那個周差 他都滿大的嘛 我預計買三、四十顆啦 他就跟我說 他想...他就等一下啊 來... 沒有 因為我是幾天啊 我把電話掛掉 然後去開我們家冰箱的冷凍庫看 那個空間 一百六十顆差不多 我就跟他講說 他四天吃完了 對 買個一百六十顆回來 平均一天四十顆 天啊 真的 我還會自己加工 我就會把它弄個煎餃啊 換什麼 我會自己加工 然後湯餃啊這樣 食量大增這樣 所以你是屬於懷孕會胖很多公斤的人嗎 我第一胎懷孕胖了二十幾塊 就是二十幾 二幾公斤 二十幾塊 二十幾塊瘦 二十幾塊肉真的也多了 可是你怎麼瘦 你瘦好快喔 你先不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他又要胖了 對 而且人家說第二胎會胖得更遠 不會啊 像我第二胎都還是很漂亮啊 你是很漂亮啊 真的 他真的瘦 你看他的四肢 他就只是一個肚子這樣子 我天生就是當母豬的命 多適合生孩子啊 你看我四肢 我現在坐著 只像是腿斷掉不像是懷孕 對不對 完全沒有孕婦的樣子啊 他真的沒有 你看他全部都是四肢都還是 所以說有因為老婆懷孕 所以老公有煮東西給老婆吃過嗎 有啊 可是問題是他煮到最後他已經 我覺得他是在折磨 就是我辨不出東西來 他就...他晚上半夜醒過來說要吃熱食 那半夜突然要熱食 馬上要有什麼... 泡麵可以嗎 對啊 泡麵可以 對 他翻臉 為什麼 後來他在這邊坐 他說我腳泡麵要翻臉 不是 因為他沒有達到我的標準 像我那天跟他說 我想要喝牛奶加西瑞爾 可是我覺得牛奶又很單調 所以我說那你幫我放那個花生醬進去 然後呢 是有顆粒的花生醬 我就這樣吩咐他 結果呢 他就來了一碗 一坨一坨的花生醬漂浮在牛奶上面 因為他其實是會... 因為他現實是會溶解不了耶 你可以一直攪... 或是打這樣子 除非牛奶要很燙 它才會融化吧 可是你吃完石瑞爾的時候 你就看一坨一坨... 一坨這樣飄上來 這你真的不能怪他 死人就吐了 你就吐啦 所以剛剛那顧仔來講 他沒有達到我的標準 他說他沒有達到標準 那吃泡麵他就翻臉 翻臉 然後他說他想一下 想了半個鐘頭 OK 最後他說我想了一下 我覺得我還是吃泡麵好了 然後那邊玩 我去煮泡麵 煮泡麵 端在他面前 然後說 我不想吃 我想睡覺 你是不是要整人嗎 你不是傳說中的軍事日程嗎 你怎麼會吃這個悶虧啊 對啊 你不是只有懷孕的時候才會這樣 懷孕他可以享受特別帶 就像剛剛錄節目 他不是突然要跑廁所嗎 然後大家就要停下來等他 不好意思 真的 所以沒有懷孕的時候 孩子一生出來 馬上一巴掌打下去 叫我煮泡麵又不吃 什麼話說你這樣飄浮在牛奶裡 所以我才會趕快又懷孕 所以我真的很驚訝 因為我以為你是屬於那種 很大男人主義的人 這樣聽起來你人好好 沒有 他就是沒有生寶寶之前 我是啦 可是生了寶寶之後 我覺得因為其實那個丈夫 我看到那個太太生產的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要多疼她 我跟你講 這就是真男人 在懷孕的時候要照顧老婆什麼的 可是你不是來過我們節目了嗎 沒有啊 就算 一直覺得鬼打牆的感覺 這是我哥哥 你們兩個長得真像 而且小話聲音也一樣 小話聲音特別像 然後每次老婆都說 根本就不像啊 根本就分得出來 可是很不像啊 好 那今天老公先來展現廚藝好不好 你要做的菜也是很簡單 不簡單喔 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醃好了 好 粉蒸排骨 粉蒸排骨需要準備的有小排骨 蒸肉粉 蔥 斑薯 米酒等相關食材 當然第一個粉蒸排骨一定要有排骨嘛 那排骨就買那個黑豬肉 黑豬肉吃起來比較沒有腥味 然後它帶點肥 這樣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比較有那個 我喜歡吃有點肥 帶肥的感覺 然後呢 我把醬料講一下 第一個要加醬油 醬油要兩湯匙 然後再加點酒 酒大概一湯匙 米酒 米酒 然後加這個豆瓣醬 豆瓣醬半湯匙 辣豆瓣醬 然後這個甜辣醬半湯匙 酒 觀眾要記好 酒... 酒講脫爛機 你真的沒差 你腦是有多小顆啊 你的腦 所以到現在才睡兩個小時 拍戲的關係嗎 對... 甜辣醬 豆瓣醬 還有這個... 糖 半茶匙 半茶匙 然後這個... 胡椒粉 水是兩湯匙 你們倆可以不用教觀眾 沒關係 因為我們會上次 你們不要混搖去 那講完之後呢 加一點少量的胡椒粉呢 要醃半個鐘頭 這樣才能入味 所以接下來不會 就直接把它放進鍋裡面 蒸就好了嗎 其實我們要加點沖屑 你切功還真差咧 你是要把它切成什麼 屑屑還是綿綿的東西 他就是要屑屑 他就是要屑 小心手喔 所以你有比你哥哥更大男人主義嗎 因為他一直把他... 強調說他把他老婆調教得有多好多好的 你在某些情況之下會大男人 所以你是說你在認識他的時候 就知道他是這種大男人主義的人是不是 對 而且他那時候更誇張 你這已經快變抽墨了 就是... 就是充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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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在美國受教育的人 你怎麼會願意吃這種悶虧啊 我覺得就年輕不懂事吧 真的啊 你會站中間嗎 因為我覺得就是會被一些假象給騙了 是不是那個時候會覺得很Man 然後有點被駕馭的感覺 心裡就有點快感 可能我一直想像他在劇中的角色吧 你是看哪一齣戲 你是他的粉絲是不是 也不算是啦 可能也會被其他的一些明星座 明星的光環迷惑住了 對... 結果才發現其實... 也還好是不是 也還好啦 不過就是個人嘛 他有讓你最受不了的一次 大男人主義的發表是什麼 他一直都讓我很... 就是處在恐懼之間 你看他現在就馬上就這樣看我 沒有啊 看我要講他什麼 我已經講了... 譬如說... 就像我剛剛說我出去玩嘛 那我如果時間過了... 我因為壓力很大對不對 玩的時候不進行 對 然後你就覺得 根本隨時都只是在看時間而已 然後呢 這個... 你可以繼續講 那這個現在我要怎麼樣 不要放在... 我也不知道耶 要真的嗎 要真的嗎 不是你在做嗎 好 那你們繼續講 你要不要加這個粉針的那個東西 也是 對... 你腳要吹得好 我忘記你 對 然後我就是有一次去同學會 然後我到那邊的時候 他跟我講他9點要來接我 然後我就把手機還趕快放在桌上 我怕我... 就是他量我沒有停到 因為有這樣子過 也是被唸到快死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桌上 結果後來 我說9點 他今天怎麼遲到沒有來 然後我就把手機打起來看 哇 收不到訊號耶 哇 嚇死了 天啊 我當場這樣子 背都濕了 你知道嗎 我會趕快跑到鼻孔 然後就打電話給他 我們這邊收不到訊號 我不曉得 對不起 他在那邊就 我在那邊等你 你這樣把他控出來 就很生氣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趕快衝進去 然後他們同學就 我說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然後大家要說 那大家合照... 我說不知道不要照... 然後大家就趕快幫我很狼狈 收東西 然後我還帶我兒子 他就趕快把我推出去 然後就上車 他就開始一路一直唸一直唸 從車上到家裡還不停的唸 然後我就很生氣啊 我就覺得說 我這一次一定要讓他好看 我就開始收行李 結果他看到我收行李 他就更氣 他就開始想說 幹嘛一點氣都不能受啊 等等等等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媽說 媽 我今天是想要回家住 然後他就更生氣 他就說 收一點委屈就要跟媽媽講 你是小孩喔 反正是會一直... 他就找借口一直唸我就對了 然後我就不管啊 我就抱著我兒子要出門嘛 他就開始跟我搶兒子 你知道 他說還是你的嗎 那你是我的兒子怎麼樣 那兒子不是哭翻了嗎 對 然後他就說好... 那你出了這家門 你就不要再回來了 怎麼哭 就完全八點島的那種劇情 那個粉蒸肉喔 我要解釋一下 誰管粉蒸肉啊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那個... 本來你可以佐量 可以放一些... 比方說像番薯啊 把它切成塊啊 塊狀啊 墊在底下啊 對...會吃起來口感更好 然後啊 我就開始一直... 回到我媽家嘛 然後就開始等他電話 結果他等了三四天都沒有消息 一等就三四天啊 對 然後等到第七天早上 他終於打電話來給我 他就說 好啦 你不要生氣了啦 那我今天去接你 然後我就說 好啦 那你來啊 可是我跟我媽要去大賣場 他說好 那我去那邊等你們這樣子 然後我們中午順便吃飯 然後我們就到了大賣場 然後他就來了 然後其實我心裡面很高興 而且心裡都瘦好了 然後我媽就看到他來啊 我媽就很視像 就說 那我帶小寶 就我兒子 我們去那附近走走 你們兩個講這樣 可能就是任性吧 我就一直罵他 我說你看 這樣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咧 對不對 七天這樣很丟臉 媽媽看著都看在眼裡 你這老公怎麼當的這樣 媽媽會很失望 你這女婿怎麼這樣子啦 然後結果我就一直罵他 結果他就抓公你知道嗎 他就在那個大賣場 就當場又指著我媽說 妳不要以為我是自願來找妳 是妳媽打電話來給我 求我把妳帶回去我才來的 在大賣場吵架 對 然後那個鐵板燒師傅 因為路人也太幸運了吧 還這樣子 對 我們還在吃鐵板燒 鐵板燒師傅還想說很高興 妳一定猛看的啊 對 然後進進廚房裡面 人都出來了 要是我一定拍照 他就一直講啊 所以是我媽 然後我就想說 我媽怎麼可能出賣我 結果我就去看我媽 然後我媽一看我就 趕快看別的地方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一定是被我媽出賣了 我就很生氣啊 結果我就覺得很丟臉 我就說那我今天 不可能跟妳回去 妳不是發自內心的 我怎麼可能會來 妳也很new耶妳 結果她又走了 就真的又走啦 結果又半個禮拜 結果她又打電話給我 可是這次她真的求我 因為我跟我媽講 說妳只要敢再打電話給她 我就跟妳斷絕母女關係 這麼兇啊 我媽也很生氣 我媽也很氣她出賣她 就是我媽說這什麼家庭 一個無情無意的家庭 就是彼此互相出賣 對 一直撂杯啊 我媽就很氣她 可是妳們回歸到源頭 只是為了同學會晚一點出來 有必要搞成這樣嗎 妳應該跟她講 其實夫妻吵架都小事情 那那個有的時候 只是一個情緒 沒有 我後來發現啊 因為一般男生都會抱怨說 我那個女朋友 或我老婆有多愛管啊 什麼很愛纏著我 可是我後來做過釋調 最愛念 最愛纏的永遠都是男人 男人是摧狂魔 纏人精耶 真的 如果是她出去玩 妳是不是就讓她玩 根本不會管她啊 對啊 就讓他們開心的去玩就好了 可是她沒有地方去就這樣 為什麼 她也沒有朋友嗎 她每天都在家裡面 所以每天都... 每天拍戲沒辦法睡覺 然後每天都在家 所以妳也沒朋友啊 所以妳現在就完全專注 在老婆身上 對 但是她有很多 也讓人家受不了的那些壞習慣 譬如說什麼 你知道我老婆把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花在... 她三分之一的人生時間 都花在電視上面 她昨天在看著電視冠軍 她看...然後就看著這樣 一直這樣 好棒... 我說老婆就看了一個鐘頭 做蛋糕 那妳從裡面學習到什麼 她說沒有啊 我說那...那妳... 那妳在幹嘛 她說沒有啊 因為妳看看... 看人家專業那種技巧啊 買這些東西 她說那就是一種欣賞 可是她把我... 因為我很難得休假 她把我跟兒子放到旁邊 然後自己那邊欣賞一個多鐘頭 沒有 我覺得她這個就真的不行了 對啊 因為老公難得放假 妳應該要盡心地這樣陪伴她啊 就很無趣啊 我還在抓拋妹眼 她好像也沒什麼感覺 什麼她不用拋妹眼 她每次只要幹嘛 我都知道 她...像我兒子就晚上不睡覺 她都無所謂 可是某一天如果她... 一直追出我兒子去睡覺的時候 我就知道她要幹嘛了 對 所以不用拋妹眼 妳可以中日不知道 然後繼續看電視嗎 沒有啊 那我總會有躺在床上的時候啊 那就會很危險啊 這方面有看來還滿尊重的 滿敬業的是不是 滿敬業... 該演的都會演一演是不是 演的嗎 不是吧 我演技演不錯 怎麼這樣講啊 孩子都身...都懷第二個了 真的 夫妻之間多少是要演一下啦 就臉上都是這種很陶醉 可是心裡是這樣 快一點... 所以妳是這樣子啊 我沒有 我都是非常... 你還搭槍啊 你不要做那麼久 有很多那種十幾年的夫妻是這樣啦 所以妳現在是好了是不是 還在煮... 要蒸多久 差不多蒸30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要趁這個空檔 來玩跟那個匕首畫腳嗎 好 計時一分鐘 開始 很會... 這樣 十分鐘 第五指定 人 怎麼多形容一點 妳們兩個是老人還是怎樣 妳懂了解我意思嗎 誰會留... 誰會留... 打整本都翻完了 然後... 1 2 我覺得妳可以放棄這一題 妳可以放棄這一題 好 這一題那麼好不避耶 第一個字... 不要... 這次也不要... 這個很簡單了吧 我們換一下好不好 講色 好快... 等一下 看看重來 好 我們重頭計時 重頭... 好 從這邊... 好 預備 開始 這個就要嗎 對 這個字 臭的相反 香 然後我運動會流什麼 香汗... 然後呢 香汗 我那個... 我洗澡的時候這種... 香汗淋淋 對... 好 那個有一首歌 那個... 有一首歌就是 1 2 3 4 5 6 7 他說 只要妳過得比我好 一座一座的山 然後通通排在一起 然後會到哪裡 山的那一邊 會到上面啊 就是一座一座的山 有一首歌啊 換一換... 就是如果一對... 一個夫妻啊 他們就是... 就是在那個... 什麼... 我們常常會形容嘛 什麼下什麼啊 然後那個天上有一朵一朵的什麼啊 你看他表情 四個字啊 四個字啊 第二個字是... 天上一朵一朵的什麼啊 雲 第四個字 對 然後呢 換 換... 時間到... 不錯喔 兩題喔 你好像從養老院脫逃的老人 對 然後就硬被灌進來 然後玩這個遊戲這樣 整個眼神呆視到一種... 很離奇的境界 怎麼那麼不會猜 我們很少玩這種遊戲 你這樣有節目效果 OK啊 真的... 好 那換我們囉 那你幫我們翻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要從剛剛那個嗎 不用這一題之後開始 好 預備 開始 四個字成語 然後就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在另外一個房子裡面 然後又那個... 躲了一個那個... 金屋長椒 對 很厲害... 然後也是四個字的成語 就是這件事我一定做得了 你知道 第一個字是... 不是 第一個字是這個 心 胸 對 然後那個... 胸有成竹 對 然後四個字形容字就是... 你這個人好俗辣喔 你知道就像一個那個... 收頭烏龜 對 四個字在形容那個舞廳 然後很多人又是在那個... 銷手弄汁 不是 然後那個第三個字是... 這是什麼 雞 肉 對 這不要... 那個四個字 你看我在幹嘛 幾枚弄眼 對... 這不要... 退這樣 快一點 對 快... 然後那個死之前都會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那個... 陽 光 回光反照 對 然後孔子最討厭別人怎麼樣 我跟你講喔 他... 我知道那個... 對... 孔子最討厭的 什麼嫌疑人啊 哪一種人 是... 剛依慕娜的相反 巧妍另說 對啊 你們在家庭的平常... 是常在練習 我們也在練習 我們也不同漠星紀錄了 太厲害了 紀錄是多少 唉唷 我們剛剛答對幾題啊 六題 六題耶 厲害... 真的是厲害 好好玩喔 這個節目完全是要滿足我們節目 兩逼說話的 你又可以去參加親私事件 真的 好好玩喔 所以兩位老人有什麼事嗎 接下來 老人做菜吧 年輕孕婦要做菜了好不好 要做的就是... 回鍋肉 回鍋肉 回鍋肉需要準備的有五花肉 高麗菜、豆干、青蒜、甜麵醬 以及辣椒等相關食材 所以這一塊大塊的五花肉 對 這已經先燙過了 所以你們家也是... 你是怕老公的 我... 我怕他吧 其實互相... 某些方面互相... 互相尊重的 對 那是比較平衡跟正常的夫妻 對 那你們還會來吃醋那一套嗎 他是表面上不會 我不會耶 那我也比較... 我是屬於比較鈍的人 我記得我以前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我還是男女朋友 那我跟... 有位女明星然後有接吻戲 他叫我去看呢 我帶他去 因為我感... 他讓我感覺他不會吃醋 我就真的帶他去 可是你帶他去看的用意是什麼 沒有特別想到這個問題 你就忘記那天有吻戲了是不是 我第一個也不是很清楚 第二個我覺得說 我太太是那種可以去接受 接受度很強 因為她知道那時候在拍戲 可以才怪 兩個月後之後 某一天突然就... 情緒崩潰 就跟我提到這個事情 兩個月之後你就才發飆 就是吵架順便把這個拿進來買嗎 會...這樣子 因為那親眼看到真的受不了 就沒什麼內容可以吵的時候 就會想想這些來吵這樣 我回家就會立刻跟他發飆 他不會等兩個月後啊 真的嗎 對啊 可是其實還好耶 因為我一剛開始的時候 跟他剛認識的時候就... 他就有一次跟他的前女友 有拍吻戲加床戲 誰啊... 你有在現場看嗎 沒有 他前女友是誰 現在已經不在了耶 不是不在... 是現在已經不在演藝圈這樣 對 那一次我覺得... 我覺得那一次之後 我就免疫了吧 因為其實一段開始 那女生有演那個戲 然後我知道的時候 是有一點覺得怪怪的 可是... 沒有很... 反應太大 對... 覺得... 就演戲嘛 就是... 同一個工作職場 不能夠... 太過分 結果後來到了第十集的時候 突然他有一天懷跟我講說 那個劇情安排是 他跟那個女的要談戀愛了 然後我就已經開始有點涼功 然後第二天他又懷來說 有一場戲要拍床戲在我戲 還一副很無奈的樣子嗎 然後他才剛跟我講完 對 他很生氣喔 還摔劇本喔 說這些人難道不知道 我跟他以前是男女朋友嗎 可是他還是拍了 然後我也有看播出 結果咧 看完這當然是崩潰啊 拍得滿露骨的是不是 就這女孩穿蕾絲睡衣 抓他大腿上 然後還大特寫兩個人接吻 不會是有打舌戰吧 沒有... 打舌戰我就... 他現在一看已經沒有舌頭了 那他有多... 真的 就你愛打嘛... 對啊 再打打看啊 那他的表情是很享受在裡面的嗎 沒有... 其實他說他心裡面就是很不熟 其實我是有一些排斥 而且才剛跟他在一起 我也覺得說 我要表現一下我的那種細度 裝大方 從那一次之後我就免疫啦 我就覺得說 連前女友都可以忍受 那他跟人家那種飄飄亮亮的 女明星拍 為什麼要去介意 人家願意親他我已經覺得很高興了 對... 好看得開喔 對 他現在在你心中 已經沒有帥氣明星的感覺了嗎 沒有辦法 而且他現在又演古裝你知道嗎 我沒有辦法投入那個角色 演古裝什麼啦 就是平常他之前拍就是實裝 然後他演一個那種公子Girl 我還會覺得好帥 他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還會幻想他在劇中裡面的角色 可是他現在演一個古裝 他有時候回來就是一個兵馬俑的頭套 你要怎麼去想像他很帥 就沒有辦法啊 所以你現在看老公 就只是一個老公而已 就是... 我覺得是孩子的爸耶 以前是孩子的爸 對啊 你還可以再抓出一點點哪裡帥 或是哪裡迷人的感覺嗎 譬如他在做什麼事情 很難呢 你也不需要這麼長來吧 你們結婚多久了 三年啊 還沒三年 因為白龍... 白龍他在懷孕的這階段 都會... 情緒會比較那個... 喔 扭一點 會比較沉一點 所以你是說他今天如果沒懷孕的話 他還是會覺得你好覺得你帥是不是 因為他焦點現在都在孩子身上 而且他就是... 我他也是比較容易緊張的 比方這樣講 我們如果看到天空山有鳥在飛 可以啊 一群 但那個形狀比較不規則 就是一群這樣一坨這樣飛過去 他就跟你說 你情況不太對 有異象是不是 異象 那異象是什麼呢 地震的前兆 跟他一樣 你是這樣嗎 白龍 你要請教一下大孩子 因為他念的說 你看月亮是紅色的 我說怎麼了 他說你們不知道 紅色月亮就代表有天災啊 真的啊 好 那天災 假如天災對了 然後看到一群狗 因為我們家住山上嘛 狗 一群狗他們在開會 他們在吵架開會開一開 然後往山上跑 那是什麼狀況 你知道我太有什麼解釋嗎 怎麼說 那是水災還有那個海嘯的前兆 不是 那是什麼 因為他們是外星人化成狗 然後再開會 然後就是眼人耳目 其實他們是外星人 那他們集體跑上山是什麼意思 就是開完他們要上去 再變身成外星人 不能讓人家看到啊 兩個都是瘋子耶 到底哪一個人叫瘋呢 真的 哪一天我沒有地球被炸掉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我有多空 是不是女孩子想要空間都比較大 真的不是 是真的 我頂多就會說 老公你看他們在開會 他們要去開會 要集合了 就只會到此為止 不會再有後續發展 或者是他們是巫師或巫婆 然後就是你知道變身 可是你剛才是不是偷偷拌了醬啊 這個要跟大家講耶 對 我在拌醬 對 我在拌醬 那個 對 回鍋肉的醬 就是要有甜麵醬跟辣豆拌醬 辣豆拌醬就是說 其實會有一點比較鹹嘛 所以你看你的口味 如果你要不要辣一點的話 你就放多一點 重口味就是放多一點 好 然後還有醬油 然後其實這些分量喔 就是看你炒得多跟少 你自己拿捏這樣子 對 實體食材只有這兩樣喔 沒有 還有爆心菜 我剛剛切錯了對不對 怎麼說 到底哪一個是青蒜啊 這是青蒜啊 那這是蔥嗎 這是蔥耶 沒有錯啊 你們怎麼分辨出青蒜跟蔥的 所以我切 對啊 怎麼分啊 就是蒜之底下比較大啊 真的嗎 對啊 蒜你的屁股比較大啊 你怎麼知道啊 這是蔥 你常做菜嘛對不對 我沒有常做菜 可是我看到他們的 對 不一樣 我很愛逛超市 我會看他們長什麼樣子 你們懂好多喔 你在教小孩方面 是跟你哥走一樣的路線吧 其實大部分都是 我太太排行在教耶 真的嗎 你不是說他一直猛看電視嗎 就是聲音啊 用力震啊 我只要喊力震 他就會很緊張 就乖了 就會力震這樣好 然後就會哭 不是他會哭什麼力震這樣 可是他才一歲多 什麼情況會需要喊到力震 比方說我這樣講 你跟他講他不見得聽得懂 他手要去摸插住 那是很危險的 對 你如果叫他不要去住 他可能拼不懂 可是你只要喊力震 他手就會收回來 他一開始就憋著 很有效 可是我女兒要摸插頭 我只要跟他講說不可以摸 不然你摸了會觸電 觸電之後要去看醫生什麼什麼 他就會不摸耶 可能你女孩 女孩子在這方面理解力比較強 男生比較呆耶 所以你只會喊力震 不會打他吧 會打手耶 就是手背這樣打 因為我在睡覺睡到一半 他突然一巴掌就呼過 那一定會不會這樣子 他會呼我 把我呼得很 他有一次把他還是打哭 我前幾天才被他打哭 就是他在車上已經不耐煩 坐不坐就開始催我的胸口 然後我想說 還好胸口我還頂得住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不要這樣打姨媽 姨媽會哭 然後他就是 就想說會哭 他就考慮了很久 他就想說 我想試試看 就非常狠的一巴掌 然後就啪啊 我臉上打過來 然後我就真的哭了 而且他還坐在我腿上喔 他就這樣回頭看 我就說姨媽哭 姨媽哭 就這樣瞪大眼睛看好戲 然後我就在那邊這樣真的哭 然後他就一直看我哭 然後我妹就說 怎麼可以打姨媽 你趕快跟姨媽說Sorry 他就說Sorry這樣子 然後現在他在交叉跟他講說 我們去找姨媽跟婆婆 他就會說 打姨媽打婆婆 真的喔 我就說 我說不可以 是要Kiss姨媽 Touch姨媽 他就說打姨媽打婆婆 我覺得小孩子他不懂 他是一種好奇的心態 你知道嗎 對 他就想看你哭 看看你什麼樣的反應 對 他不是真心這樣惡意的答應 他只是就是想要那個嘛 他現在晚上不睡覺啊 就他跟我太太都睡一起嘛 有時候我跟他們一起睡 然後他只要不睡覺 一直爬起來玩 我就立正 他就會爬起來那邊哭 好好用喔 可是他這樣以後當兵 會不會對那個頒獎的感感啊 對 只要頒獎一喊立正 他就 臉已經那麼大了 而且...真的 然後被他就怎麼了 他說沒有 我想到我爸爸 就那種... 回憶也都湧上來 對啊 他聽到這個就很奇怪 像他到我們劇組去 偶爾會去一兩次喔 那我們劇組都知道這個 我用這種方式 然後有人就要試 一次他一樣哭耶 真的啊 聽到這兩個人他哭 就不理那個人了 真的啊 每次到棚裡面 只要看到那個人 他就躲到大腿後面 他就不喜歡那個人了 看從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小孩子也會記醜 所以你現在是抱著遺憾比較多 對嗎 不會 我覺得很好耶 人家是問我耶 對 因為人家還是年輕女孩呢 我真的多跟我周邊的朋友講說 趕快再玩一玩 不要太早結婚對不對 因為很多結了婚 比如說他經濟會的朋友們 也常常跟我說 大意思晚一點再結婚生小孩 我現在要先把那個 那個五花肉切片的 嗯 先炒 對 讓他的油先瀝出來 好 你今天要不要講一兩個年老公 真的讓你覺得很棒的地方 或是很浪漫的事 就以前還在追我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做便當 喔 愛心便當 對 做了多久 就一直做到我們結婚 沒有 我是在他中午午休的時候 因為他在那個電腦公司上班 真的是你親手做的嗎 不是說叫媽媽做 然後就偷偷自己 不是說我回家 對不對 所以是婚一結 立刻便當就消失嗎 也不是 因為 很奇怪是 剛剛我們一結婚之後 我們的工作就非常忙碌 所以我剛才講 有一點就是 其實我 他又讓我很感動 就是我那時候跟他結婚 每天跟他在一起的時間 都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然後有一次 可是他就會來探班 就有一次 他看到我啊 好像一個禮拜沒睡覺 一個禮拜沒睡覺 天啊 然後他就很鼓勵我 他切水果幹嘛給我吃 可是等他過家不見 找不到他人 後來他把他廁所去哭啊 哭得我傷心 他說他很心疼我 你到時真的是因為 心疼他的人落淚嗎 其實我是心疼所有的 現場的人 因為不只他 其他人跟你什麼事 對啊 也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工作人員 你知道嗎 因為演員有的時候 不一定每個場次都有他 他可能還可以去消妥一下 會怎麼樣 可是工作人員是真的是 都一直要在那邊 所以你的淚也為了燈光 是攝影師而流是不是 對 還有執行技啊 無工師 化妝師 什麼都講出來 然後我現在要炒這個 把它炒到軟 你這個痘肝滿令淚 它切的是方扁狀的 對啊 這樣切啊 不是切成那個條狀的 我以為是切成三角形的 我以為是圓形耶 亂講耶 沒有沒有 就你覺得是什麼型就什麼型 然後現在要炒這兩個東西 然後蔥是最後再加上去是不是 對 最後最後 最後再加這兩個 後來不是有你老公回來跟你 抱怨說拍戲太累 你就有跟他講說 其他工作比他更累 真的啊 因為他上到前幾天才回來跟我講說 他怎麼才睡得 什麼要很熱在外面出外景嗎 對 夏天拍戲好可憐 對 要戴頭套 那真的很可憐 可是我就會跟他講說 那人家送快遞的騎個摩托車 在外面也是風吹日曬啊 然後又很辛苦啊 對啊... 我覺得講這些給他聽啊 我想一切不是因為他 拍古裝的關係吧 實在是帥氣太低了 所以懶得安慰他 沒錯 結果有的拍就好了啦 你知道那個藝人 都需要被讚美 沒錯 你知道我現在為什麼會變笨 就是這樣 因為我太太對管教我非常嚴格 有一天我拍戲回來 我覺得我那場戲演得真理很棒 我在現場看了 我就回來 我就要誘導他說我棒 那你記得有沒有看那場戲 哪一場戲 我就說... 他說有 整集我都看了 很感動 演得很好嗎 很好 那哪一段 講一講講到最 我覺得他不是要講我的啊 他是覺得其他演員演得好 他講迪音啊 他說哭得好棒 可是我說我那場戲沒有哭 有啊...不是妳哭啊 就是林茵哭得很棒啊 你知道那種... 被打擊很受傷 我知道 我懂 尤其是當演員很需要人家講 還有那個細節 你知道那種感覺有沒有 然後有的時候我跟他說 台友今天戲比較少 妳會怎麼說 戲比較少 廢話 不然整集都妳演了 然後全都不要演了 對不對 可是妳想聽到的答案是什麼 就是... 沒關係啊 光臨心一定會走到妳身上啊 或是說 好 我很想看妳演了 對 沒錯 他就說 妳是當全部的人 只有妳一個人在演嗎 對啊 別人不用賺錢 不用吃飯嗎 或者我好累 戲很多 不要想太多 就是賺錢就好了 賺錢就好了 對啊 我說妳那麼老了 去跟人家拚什麼 對不對 兩場戲也是一集 對不對 十場戲也是一集 不行 演員不要聽這個 真的 演員要聽這個是什麼 演員如果比如說拍完戲回家很累 你想要聽到的是什麼話 就是一定要說妳演得真的很好 因為觀眾喜歡妳 所以妳要演 因為觀眾愛看 就是要這樣子啊 還有妳那麼會演 妳現在不演 那觀眾多遺憾 就是要這樣子講啊 妳要聽的也是這些話嗎 對啊 她還不講啊 她說軍事化教育 然後告訴我 她一直告訴我是個老先生 說叫我要有志志之女 沒有 妳只是反應老 可是其實妳外型是年輕的啦 對啊 反應老 妳還對啊 所以妳回到家 然後老婆又不賞臉 妳會不會很想酗酒 或者是怎麼樣 就逃離這一切 我現在還好是有信仰 有信仰 甚至有差 還要婚姻要靠信仰來撐喔 我覺得不是就婚姻靠信仰 就是生活當中都是要信仰 你現在性教那麼虔誠 你還有在收集A片嗎 沒有 就連這個也戒掉了 那以前存的那些怎麼辦 部分丟掉啦 部分留著 原因是因為 我們其實根本就沒在用那個 因為我帶她在電腦公司上 她對那個網路很熟悉 那她也因為愛我 那我就...我說我那一塊喔 一直放不下 我就跟她說那... 你說A片那一塊是不是 對 其實我們今天到節目 好像是真情告白 就是放不下 因為你知道男人一定有一個東西 所以我第一是她的強項 比方說不是會賭就是好色 要不然就是吃完了 一定有一個東西 那我在這方面是需求要滿大的 好啦 你說你要看 還是說你也要同時 也要享受到那個真實的感受 都有啦 她有在炫耀的情況 其實這也不是炫耀 就是說 這是每一個人的一個需要 然後她就給我設了一個網站 我只要一點我的最愛 進去就可以看了 所以你的最愛是A片喔 不是 不是 那是她沒有性教之前 所以現在我的最愛裡面 是孫叔叔的一系列的影片嗎 所以這個菜炒一炒也要掀起來 對 然後炒醬料 妳是怕那個蔬菜炒太久 會老掉是不是 沒有 它其實炒到軟就好了 像梗子啊 什麼地方 等下只是下去再拌一拌而已 對 所以你們夫妻倆現在還會再過那種 就偶爾再加小酌幾杯的生活嗎 幾乎都沒有耶 真的啊 那你們晚上就不能喝 我們現在的生活是這樣 因為我們被工作匆忙 其實我今天來節目當中 我很感謝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過 我們都是 因為她有時候也要錄影 她要帶孩子 然後我是每天錄的 我們生活品質機算滿差的 每天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現在那個 增加生活樂趣的方法是什麼 可能來節目當中 也算是非常樂趣的 不會吧 真的 我們兩個碰面的機會很少耶 我每天在家睡覺時間都三個小時而已 那OK 可能就是共同的教育小孩 跟小孩在一起 然後放什麼Yoyo TV的那種東西 大家一起看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這樣 沒有辦法 那你怎麼養生呢這麼忙 吃維他蜜啊 你有在吃那個補腦的嗎 沒有 她有買 我覺得你可以... 銀杏啊 對... 對啊 銀杏啊 那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感覺到就買了 你知道 我這樣聊一聊 聊後半段的時候 開始腦筋比較用到 用到 用到進來的時候這樣 有 我們觀眾都見識到啦 觀眾一直這樣 醒來啊 醒來 現在感覺你好像 腦子開始慢慢在動了 因為每天都做同樣的動作 戴頭套 然後沾頭套 然後開始背台詞 穿古裝的這樣子 經濟大權是掌握在老婆手上的嘛 沒有 因為她本身 對精神就沒什麼概念 真的沒什麼概念 而且她 每天都在劇組裡面吃喝 她其實根本不用花不到錢 我大概有一... 我最近這兩年都沒有去提過款 那你錢就是老婆給 零用錢 那為什麼我沒有去提款 也有一個笑話 我去提款其實要領錢啊 提款放進去 然後這個錢 比方說你要領一萬啊 那明細表會出來對不對 後來我回到家 我明細表在裡面 我錢沒有領 你沒拿錢 我把那個錢拿 丟到那個... 明細表那個... 有一張那個鐵的那個盒子 沒有垃圾盤是不是 丟錯 沒有 他直接丟到垃圾盤 認為是三天三夜都沒有睡覺 腦子打鐵力 有回去拿嗎 後來回去拿了 你有撿到嗎 有撿到 好險喔 拿從此就有陰影啊 五眼銀杏吧你 對 好可怕的故事喔 還有一次是... 還有一次是... 還有一次是那個... 五千塊沒領 可是他被吃回去了 怎麼會 就是你太久沒有拿出來 你如果太久沒有拿 沒有下一個人的話 他沒辦法拿走 他錢會吃進去 所以你領完錢 你都專拿那個明細表就對了 你明細表都會記得拿錢 為什麼不記得 你為什麼那麼在乎明細表 他就要算他有多少錢 可是我看完還有多少錢啊 對啊 好另類喔 所以所謂的少根筋就是這樣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少八根的這個有 所以你看在炒的過程 沒有在額外加鹽巴或什麼的嗎 沒有 全部都是那些 你好像夾錯地方 不管了 反正夾起來就好了 厲害耶 以我煮菜多年的經驗 這很好 哇你看 熟了沒有 整個熟透耶 這不像腦子有問題的人做出來的菜 宋達明的粉蒸排骨 鬆軟的外皮包裹著香Q的豬肉 再搭配香甜的番薯 味道鹹甜中和 讓人迫不及待想嘗試看看 而紅白蓉的回鍋肉 看起來相當油亮可口 高麗菜的酥脆口感 搭配上嚼勁十足的豬肉 令人忍不住想盛好幾碗飯呢 太成功了 趕快來試試看 老婆要先吃老公做的嗎 好啊 熟了嗎 很透喔 感覺剛剛搓起來是很痛的 你聊天聊了這麼久 好我來吃一下 那會不會太鹹 肥肉 其實這種 看我本身吃素 怎麼樣 可以嗎 好吃啊 嗯 這真的是跟肉有很大的關係 剛剛好耶 真的啊 就是那個味道剛剛 欸 好像可以再更鹹你有沒有覺得 可以再更鹹一點 但是肉真的還滿嫩的 對 真的是完全... 因為肉 還好你有放番薯 還好你有放番薯 怎麼樣 我覺得滿鹹的啊 鹹味吃到最後 然後再補一個番薯 然後就鹹甜混合 會不會覺得鹹甜混合很棒 鹹甜混合是最好吃的 這就是中國菜的奧妙 這道菜最成功的番薯 可是大廚本人覺得太鹹了是不是 鹹甜鹹的 不會有番薯成長夠了 OK 本身肉靠番薯成長 然後再哭了他 要不要吃你太太的 我吃我太太的 看這一次有沒有比上次好一點 你怎麼吃菜 你怎麼回避肉啊 你只吃蔬菜跟那個豆干耶 怎麼樣 你看這個表情 有比上次好嗎 不OK嗎 不OK 不OK 問題出在哪兒 可能水少放了一點 水少放 太鹹嗎 太乾了 太乾了一點 你剛剛再濕一點 真的嗎 不會啊 其實都是那個甜麵醬的味道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因為 就是肉很光很滑嫩啊 然後有甜甜鹹鹹的 真的 神娜 給我多一點詞彙 我好無助 所以有入味嗎 沒有 可能是在節目上的關係 我覺得很適合小孩吃啊 就是甜甜鹹鹹的 那你覺得大蔬 你覺得哪裡不夠好 我覺得好像稍微乾了一點 不會超濕的好不好 真的嗎 有夠滑嫩的耶 所以你們兄弟倆嘴都很刁是不是 明明就很濕 你是要多濕啊 OK 肉是可以 是可以了嗎 甜麵醬好像多了一點 可是這樣就很溫馨的味道 你不覺得很適合孩子吃啊 你們兩個對彼此也太嚴格了吧 不是我在講喔 對啦 我很棒 OK嗎 好啦 下個節目其實要去買銀鏡 對...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嗯 謝謝 謝謝